多倫多市議會10年前通過了Gardiner高速公路維修新工程 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經完工 第二期工程將會在下個月開始動工 維修Defront Street至Strand Avenue之間的路段 預計需時3年 期間施工路段將會減少一條行車線 由3條變為2條的行車線 不過2026年多倫多舉辦世界杯期間 為了保持市中心的交通暢順 維修工程將會由5月至7月暫停 期間Gardiner可以全線通車 整個維修翻新計劃一共分成6個部分 市府預期到2030年整體員工 但也不排除受供應鏈 或者工人短缺等的外界因素影響被迫延期